回到节目现场 来请教若芳 怎么看因为尤淑慧现在 没了港湖之后 现在传出她有可能要对战王世坚 不过尤淑慧看起来 现在心里面可能是天人交战 一个很中毒 不知道要还是不要 那么对战王世坚 有没有胜算呢 尤淑慧这样回应 她说挑战尖歌 这绝对是艰困的任务 可是因为王世坚不是何志伟 国民党还有机会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 这个意愿大概是一半一半 来若芳怎么样看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尤淑慧她讲说 王世坚不是何志伟 就故意要挑拨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他们初选的过程是有一些激战 但是选完了 其实民进党的特色 其实选完之后 其实在大选的期间是会团结的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大可不必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如果说有所谓真的来 这边士林大同 士林大同选的话 那本来这边对于国民党来讲 都是一个艰困选区 那民进党相较来讲 会比较好选一点 我想觉得就是 那你对于你的港湖的选民呢 那如果你选输 那我再回去那个港湖继续当议员 下次再继续港湖在那边选 我觉得这是对你的选民当初在选你的人的一个 应该说没办法对他们负责 你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我觉得国民党对待 所谓的就是不管说 今天的身份地位是什么 只要是你的党员或者是以国民党来讲 他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的民意代表 不管是里长或者是议员或是立委 甚至到未来要选总统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个党 这些都是每个党的资产 而且叫做重要的资产 你是这样对待这样重要的一个资产 民意代表就是代表民意嘛 所以你看国民党可以这样对待郭台铭 他们的重要资产 那对于游淑惠这民意代表 也相较来讲 他还是会有几万票的一个民意的基础 那你也是这样子对待你的民意代表 就好像说我这边把你瞧掉了 好吧那要不然这个 这边监贡全军你去看要不要去 你那边没人补嘛 就是很不尊重一个民意代表 或者是你的党员 然后甚至你的党公职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一个不尊重 我真的觉得就是国民党 你怎么样会去尊重台湾人的民意 因为你连你自己可以代表 你国民党的民意的民意代表 你都不尊重了 我觉得你怎么会去尊重民意 所以游淑惠会不会来这边选 我这是国民党自己的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即便士林大同事 相较来讲 在台北市民进党是可能相较来比较好选 可是我觉得都不可以大意 因为毕竟台北市是有被八仙过海过的一个经验 但是我相信世间哥 他其实他的组织能力强 他的空战能力也强 再加上说他的年轻选票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 他是有一定的年轻选票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谁来都是挑战 但我们当然也相信说这是要全力辅选 这团结一致是最重要的 我刚才大家也说 这个游淑惠虽然说这个初选被整合掉 但是其实在媒体上的发言都是蛮有风度的 来宰狗怎么样看 国民党这样子的策略安排 如果说初选被整合就要把人家丢到艰困选区 这是不是真的太不尊重 像若芳这样讲 这是不是很厚厚厚 就像孙子来说是这样 因为你如果说游淑惠给他敲掉 给他敲掉 实际上在敲进前就差不多 要去研究说这些孙子是对他比较有利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他们都把这些大事都做 是因为他担人 担人他可以决定安全事 所以他没去考虑就是说选去的人 他会整个安排 这是有关的部分 你看韩国瑜这种好选人的拼戒 知道也故意在搞笑 郭台铭是搞笑又被笑 然后他还不知道 然后侯有余是连知道都不知道 只会冷笑 所以这个我们韩国瑜说到 这个所谓这个皮带头 他其实用这个隐喻 刚才明明说了 用这种性暗喻 然后把它转换成对于谈论台湾国家的立场 这个事情 其实好 那我就从严肃的立场来讲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郭台铭跟侯有余都要回答 第一个他说这一个皮带头 因为第一个从态度上面 这个皮带头 我分高腰跟低腰 他可能是低腰 高腰可能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是主张两岸一家亲 他这个皮带头就是两岸一家亲 第一腰像国民党的 这个皮带头就是九二共识 这个九二共识 扣连在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这个内外环境里面 你的问题就是扣错了 所以台湾人要搞清楚 人选之人 请台湾党